一輛黑色轎车停在红线上 立刻上前盘查 但车内驾驶似乎不想配合 他就没有东西 你先熄火 你先熄火 先熄火 用力催油门 整辆车往前冲 车门还开着 远景当场被拖着走 滑行好几公尺 其他远景看到立刻冲上前制止 最后整辆车撞进建筑物一楼 才停下 好啦对不起啦 好啦对不起啦 远景拿着手机 请求支援 只是荧幕都已经碎裂成蜘蛛网状 十一号凌晨一点 桃园市一名流姓嫌犯 围停在中山路上 被远景拦查 嫌犯先是假装配合 接着趁警方没注意 开车逃逸 当时远景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车拖着跑 最后撞回汽车展示中心的玻璃门 车内也搜到六包安非他命 三包毒果汁包 以及两瓶毒神仙水 该流姓男子 因携带有毒品心虚 先假意配合远景 涂踩油门逃逸 远景奋勇压制 受伤的远景全身多处擦伤 还有轻微脑震荡 当时他忍痛继续追捕嫌犯 将人逮捕才送医 幸好没有大碍 只是嫌犯为了藏毒逃逸 造成远景因公受伤 除了依毒品罪送办 还要加上妨害公物 伤害等罪 恐怕得进老李好好反省 欢迎订阅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